謝謝主席 我們來請張院長 張院長 各位好 院長有沒有喝口水 輕鬆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我接著等你喝碗水 問你一個輕鬆的問題 明天早餐要吃什麼 你上午非常清楚的回答 吳委員的問題 說你很清楚的知道 明天早上要吃什麼早餐 我每天早上都是吃固定的東西 每天早餐吃固定的東西 所以你很清楚知道 明天早餐要吃什麼 每天都是一樣的 每天都是一樣的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牛奶加上一些水果 所以其實我們發現院長是很幽默的 因為吃早餐這個梗 聽說是我們柯市長先提起的 那我們張院長用柯P的梗 來回答委員的話 是幽默 那也讓我們想起 你是因為有看到柯P的回答嗎 是嗎 所以每天很清楚的掌握時事 算不算是柯粉 柯P的粉絲 我對他沒有特別的喜歡或不喜歡 OK 但是你很跟他不一樣的是 你很清楚的知道明天早餐要吃什麼 所以你也很清楚的回答了委員說 520之後你從事的 覺得跟政治沒有相關的工作 那我可以請教一下 那你心目中的生涯規劃 520之後回業界嗎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您當初四年前入閣是從業界 聽說還放棄了千萬的高薪進來入閣 那520之後你會再回業界嗎 還沒有決定 我先用排除法 先把政治排除掉 你已經先排除政治了是不是 可是說不定如果說 有機會到外面走一走 朱立倫碰到淡水阿嬤勸進他選總統 你或者再碰到一個阿嬤勸進你選台北市長 我應該不會那麼容易受影響 所以即使有人勸進 你還是斬釘截鐵的告訴我們520之後 您的人生的選擇跟政治絕對沒有關係 對 對 那我真的要非常恭喜你 為自己的人生下了一個很堅實的決定 因為每個人的人生自己要掌握 但是在520之前 你就是我們的行政院院長 當現在大家認為說 院長在這個所謂的看守期裡面 你算是有為有守 尤其在台南震災的這個表現 大家是滿肯定的 謝謝 不過今天我想大家非常不滿意的是 我們的衛福部部長被媒體追著跑 大家不滿意的是 難道我們現在因為政府處於在看守的時間 所以我們整個 行政院上下系統完全搞不清楚 現在大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怎麼樣 流感大爆發 一床難求 早上我們部長回答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你說 衛福部到昨天才介入協調 是真的這樣子嗎 如果說衛福部一直到昨天才開始介入協調 我想請教院長 當大家稱許你在台南震災的時候 這麼一個非常讓人家肯定的一個作風 怎麼會搞得從農曆年前流感已經大爆發 而我們政府衛福部門完全置身事外 完全無感 一直到昨天才介入協調 院長 各位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剛講說昨天介入協調是葉克摩的事情 而葉克摩是這兩天我們才得到訊息說 他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才去協調 部長 你到底有沒有清楚精準的告訴院長 整個這個流感大爆發 影響了這麼多這麼多的醫療資源的調度 還有呢第一線醫護人員他們的辛苦 還有呢我們等等很多很多的 生病的病患等不到病床 如果你有精準的報告院長 院長有下了一個指示說 我們要及早介入 有嗎 各位報告 事實上 在上禮拜四的行政院院會 院長就指示我做特別的這個說明 上個禮拜的行政院院會 是禮拜四 上個禮拜四 那院長我還是要譴責你 整個流感的爆發 不是到上個禮拜四才開始嚴重 衛福部的部長現在還告訴我們說 現在已經盪下來了 整個疫情的爆發 其實早在農曆年前 就已經爆發了 春節的時候是這個疫情的最高峰 那春節是這個疫情的最高峰 那那個時候你有報告院長嗎 這我們都隨時掌握這個訊息 可是那為什麼院長到上個禮拜四 才下指令呢 要介入協調呢 不是到上禮拜四 到上禮拜四是我請 衛福部在行政院院會做補充報告 就是因為知道說 這個疫情不輕 相當嚴重 所以才在行政院院會提臨時報告 院長 這整個 所有的這樣子的一個環節 不管是流感 這個爆發之後 所有的醫護資源的調度 或者是呢 對我們所有的人民民眾來告知 我們流感應該怎麼預防 今天大家都在談 談我們的政府因為是在看守期 所以呢 大家的 我想不是只有慢半拍啦 我們民間一般一般是認為 我們政府已經慢了好幾拍呀 不知道政府在哪裡 不知道政府在哪裡 醫護人員也怨你們 所有的人 大家不知道 政府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院長 你要為這個狀況說聲話 這個我知道衛福部這邊都有持續在掌控疫情 那 到底衛福 因為平常其實衛福部相當尊重醫院的自主性 而且這個醫院的主管機關第一線是地方政府的衛生單位 院長 尊重醫院的自主性 我們尊重 但是問題是 現在整個疫情的爆發 從農曆年前到現在 雖然部長號稱已經盪下來 但是到昨天為止 到今天為止 到現在為止 大家都還認為說 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是疲憶奔命啊 還有醫院還有醫師 還有護理人員 還在求救啊 我知道 所以我還沒有講完 我說 過去是這樣的做法 但是這一次呢 這個疫情的這個嚴重性 呃 衛福部應該可以早點介入 所以衛福部沒有早一點介入 就是後知後覺啊 也因為衛福部沒有早一點介入 所以造成整個醫護人員所有的資源 到今天 到昨天 你說葉克某的掉落到昨天才介入的嘛 那之前的病床的調度 什麼時候開始介入 病床調度很早就開始 很早就開始 那為什麼會媒體報導 包括院長說的 整個病床數的數字是都不容的 那個數字是不夠精準 我們是 總和的數字 但是沒有做適當的分類 你自己承認嘛 數字不夠精準嘛 數字不夠精準就是狀況沒有掌握嘛 就是狀況外嘛 如果數字不夠精準的話 我就不相信 你能夠精準的調度 不是嗎 這個數字 這個邏輯這麼簡單的還清楚 結果呢 我們衛福部的部長還在跟我爭執說 我們早就怎麼樣 我們早就怎麼樣 部長 你的認知跟我們的民間啊 差距非常遙遠啊 張院長 那你覺得 我自己對於這個醫療體系不是很熟 在我過去熟悉的領域裡面 我覺得主管機關 對於醫院裡面的一些重要資源 不管是病床也好 或是葉科膜也好 平常應該有一個自動的系統 可以隨時掌握這些素質的變動 那院長請問有嗎 這次看起來是沒有 這次看起來會不會有 所以我才要跟您回報 這個 等這個疫情稍微告一段落 醫療人員不會那麼忙的時候 我會責成衛福部 把這個重要的醫療系統 看是什麼樣的疫情 什麼樣的病 會需要什麼樣的醫療設備資源 剛剛講的葉科膜也好 呼吸器也好 病床也好 做一個全國統一的資料庫 然後呢 如果沒有疫情的時候 可能一個禮拜更新一次 有疫情的時候 可能要每天更新 如果到了一個門檻地步 覺得這些資源 不管哪一種資源 有這種調度不過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應該自動發警訊 要主動介入去協調 這個是我這次 經過這個整個過程 我的一個體會 那等這個最近比較不忙以後 我會來要求衛福部 來設法做 建立這個制度跟系統 院長 這是你的專長嘛 是通訊產業的專長嘛 整個資訊的整合嘛 而這個你剛剛告訴了 我們一個事實 到目前為止 衛福部 針對全國各大小醫療院所的 所有的醫療資源 包括病床 包括所有的醫療器材的調度 完全是沒有基礎的數字 沒有透過一個 醫化的系統 沒有透過一個 現在資通訊的一個系統 我們沒有一個辦法 一個系統來做全盤的掌握對不對 院長 我們今天碰到流感疫苗 還有之前碰到SARS 我們難道經歷過這麼多次的一個 疫情 我們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一個整合系統 整個資通訊的系統 坦白的說 那還沒有完全整合好 換句話 它沒有辦法是即時的 為什麼效能這麼慢 院長 你入閣也四年了 你當初入閣是說資通訊的一個 產業的一個專家 你要入閣 你就要帶領我們整個 政府的一個醫化 還有跟結合資通訊 好好的來推動政府的一個效能跟效率 可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你看 你今天告訴我的事 連衛福部都還沒做好 我等一下還要再跟你講 其他更嚴重的事情 連病床的調度 連我們葉克膜等等的醫療器材 連全國各大小醫療體系 的一個全盤性整合性的一個 資訊的掌握系統 我們衛福部沒有 天啊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一件事 剛才部長說的 還沒有整合 那個也剛才前面跟有委員報告 院長 我們現在的政府效能這麼低落 就是在於什麼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系統 每個系統回報出來的數字呢 都都不容 然後呢 各自做各自的解釋 然後呢 完全沒有一個橫向的溝通 沒有一個橫向的整合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為什麼效能那麼低落啊 所以我剛才跟委員報告說 過去衛福部的作風 應該是尊重醫院跟尊重地方政府 但是尊重的同時 還是要建立一個制度系統 所以這個是會來補強 尊重的同時 我們的衛福部還是要全盤能夠掌握 他不能自身事外啊 他不能狀況外啊 他不能讓媒體追著跑啊 所以我剛才跟委員報告說 這個系統的這個補強 我們在事後回來做 院長你講到系統的補強 我剛剛才稱詢你說在台南震災啊做得好 大家都很肯定 921震災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台灣對於這個防震啊 還有整個災防啊 我們做的真的還不夠多 我現在就是要告訴院長 院長你剛剛講到 衛福部啊資訊沒有整合 其實政府上上下下各部會啊 不是只有衛福部的資訊沒有整合 我們的震災你告訴我們3月 土地異化的狀況要公告 院長請問要怎麼公告 我們的震災你昨天呢 聽說科技部去跟你報告 說呢預期50年內呢 可能呢每20年會怎麼樣啦 這是一個很專業啦 未來呢要模擬大台北地區 如果遭逢到重大的地震的災情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怎樣 可是院長你知道嗎 以目前我們政府資訊的公開系統 光是災防災害搶救也好 預防也好 我們有多少個網站 我剛剛今天 從我們所有的政府的 一化政府裡面所有的網站上面 有災防一起來 有防災資訊網 有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有災防科技中心 有防救災的數位學習網 還有呢 校安與災防通報 還有等等等 光是在每一個部會 都有不同的一個災防網站 光是內政部就有好幾個 災防的網站 而這些資訊有整合起來嗎 院長你知道嗎 因為防災的工作 散在各個部會手上 所以每一個部會 都會有相關資訊 我們幾年前開始推防災雲 在這個雲上面 有把這些部會的資訊 都兜在一起 是一個單一入口 我截取了幾個出來 我們內政部的便民窗口裡面 號稱所謂的一紙通 保長你要自己試試看 有16935人下載 這整個所謂的 不管是網站 或者是APP 裝置系統 我們看到便民窗口 災情報報 1991報平安 土石流防災 行動水情 環境及時通 所有災防的網站 所有的APP的下載 散落在各部會裡面 而下載數呢 不等 最慘的 還只有100個人下載而已 最多的呢 是22萬 環境及時通 這要把鵝肉啦 所有的部會裡面 他最多啦 22萬啦 最少的是 內政部的消防署 100啊 然後呢 內政部的便民窗口 16935人次下載 但是我要跟院長跟部長講 從手機上下載 會是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而這個畫面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消防署 附近有沒有消防署 有沒有消防單位 點下去 很抱歉 沒有 無法應用 好 那我又再試了一次 我今天整個早上 除了在聽委員質詢你們以外 我整個早上都在試用我的手機APP 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 在內政部的便民窗口 也在告訴我們 最近的 你只要按進去 你就可以告訴 就可以知道 最近的避難的收容的處所在哪裡 很抱歉 我按進去了 沒丁沒當 好不容易出來的一個地圖 這個地圖呢 所在立法院的附近 所有的地圖附近 不好意思 沒有一個避難的處所 院長 部長 我們最近的一個避難處所在哪裡 你知道嗎 不清楚 不清楚 你們都不清楚嗎 你們不清楚 政府是不是要告訴人民 用什麼最容易的方式 才能夠清楚的知道 當萬一發生災害的時候 我可以馬上去哪裡避難 所以才要有這些APP嘛 所以才要有網站不是嗎 是 那為什麼內政部的便民網站 窗口 其實 按下去 沒丁沒當 按下去 他沒有辦法告訴我們 其實這些資訊 像剛才的 防災避難的這個圖啊 地圖其實 基本上都是連到地方政府的 他的避難的圖裡面去 所以 您剛才講說 部長你講的 不能推給地方政府啊 這一個軟體是你們設計的 這一個軟體是你們設計的 你們設計的時候 問題是沒有連接啊 問題沒有連接啊 部長 你也不要那麼閒好不好 他剛才印章跟你跟衛福部說 所有 全國的各大醫療體系 所有的醫療資源 我們要能夠掌握 要透過醫化 要透過資通訊 我們現在的這樣子的高端的一個科技做得到 我們要能夠掌握 你現在告訴我 那是電影政務的事情 我說齁 你也告訴我 內政部應該負起責任 我來統整整個 栽訪的資訊 但是這樣 我們是把各個 可需要 可能用的資訊 在這裡都可以找到 譬如說像剛才提到的這個水晶 部長 你現在回去哪裡的手機 你自己的手機有沒有 內建 你有沒有download下來 你自己的手機有沒有 我沒有 你沒有 你回去用看看再來告訴我 我今天用了一整個早上 我是一個平民老百姓 我用了一整個早上 每一個系統都不通啊 如果說有不通 當然我們回去檢討 看哪裡的地方出了問題 很多的不通才要檢討啊 各位報告 在我在政務委員跟科技部長 推防災雲的時候啊 尤其是一兩年前 去年跟前年那個 颱風期快來的時候 我們有試用過 其實那個時候資料是完整的 那委員您這邊看到 這個資料不完整 我們回去看一下 是怎麼樣 是網站有問題 還是資料很久沒有更新 這我們回去看一下 院長 資料很久沒有更新啊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所有的資料沒有整合 你剛剛跟衛福部 點出了一個問題 他們的每一個下面 每一個系統各做各的 所以都沒有一個橫向的整合 今天內政部裡面 他下面管了災房 他管了很多 包括建築法規 未來 當我們院長在跟全國人民講說 我們全國的老物要健檢 我們所有的建築物 也通通要去做鑑定 人民第一時間想的是什麼 政府能不能來告訴我 我今天買的這個房子 已經住了二三十年 他到底是不是安全的 他所在的位置 他下面的地質 到底是脆弱的 還是有潛在有危險的 還是所謂院長你說三月底要公告的 他會土壤依化的區域 這整個資訊不是只有政府公告出來就好啦 公告之後要怎麼樣院長 公告是讓民眾要用簡單易懂的方式 而且是非常方便的方式去取得資訊 去搞懂那個資訊 去保障民眾的安全啊 現在就是在做這個準備 資料公開以前 我們就是在做這個準備 就是讓民眾好用 那我們要打算怎麼做 所有的資料你公開了之後 再來就是什麼 實用啊 所以這個月為什麼現成的資料 我們不馬上公開 要等一個月就是把配套也一起規劃好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土壤依化你說三月底要公告 如期嗎 三月中如期應該如期會公告 如期會公告 那請問現在真的演繹的配套是什麼 內政部跟經濟部都有些配套 部長在說啊 配套是什麼 這個配套是這樣的 第一個就是 當然我們這裡面要告訴人家 怎麼解讀這裡面你所看到的資料 這些資料代表什麼意義 第二個 當你發現你的土地 可能是皺漏在這個土壤依化區的時候 你可以採取什麼樣的一個步驟 那這些 包括啊 是不是進一步的去做調查 再或者是做房屋的見檢 那這個房屋見檢 發現有問題的時候要怎麼辦 那我們有一系列的這樣的 那部長我再請教 除了土壤依化公佈之後呢 那昨天科技部在報告的 所有因為台灣的斷層帶 他們所演繹出來的震災地震的影響的 所有的相關的環境資訊 有沒有在裡面 我跟您報告 這個就是您剛才所說的 其實就各部會所建立的資料 都是由他來建立 但是我們會讓他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這個superlink 這個讓他有一個超連結 如果你要去hyperlink 你要去看到說這個地方 你要想看地震的 部長你這樣子的觀念就落後了 請院長來告訴部長啦 院長你記不記得 你剛入閣的時候 你有跟Google業者有合作了 台灣第一部Google 把台灣的所有的災害天災 通通納入在一個APP裡面 他會即時跑出來 告訴你今天有沒有達到 空屋的指暴的標準 他會跳出來 他會告訴你 如果今天的雨量大到多少 是不是好大雨 他會告訴你所在的位置 是不是有可能 有土石流的紅色警戒線 你記不記得你曾經設計過這樣子 推動過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們相關部會提供資料 讓Google在他的Google map上面 把這些不同部會的資料 做一致性的呈現 院長你可不可以告訴部長 先進的一個平台介面是什麼樣 還要部長剛剛講的說 我還要去點進去 還要去link到哪裡去 然後還要怎樣怎樣 我今天要求是政府要讓民眾 能夠清楚簡單的告訴我們 知道什麼 政府提供的資訊 是整合套匯成一個整合系的系統 現在那個土壤液化的前世的圖 我們在做的就是要跟內政部 現有的這個街道跟門牌的圖 要整合在一起 可是還是只有土壤液化的單一的問題啊 現在我們還有台灣 斷層的地圖 我們還需要土壤液化的前世圖 我們也需要現在已經有的 土石流的前世的區域的地圖 我們需要很多很多啊 這樣子才能讓民眾清楚的知道 他位在的地方 是屬於什麼樣一個多重性的可能 有什麼災害的地方嘛 你要讓他先有知的權力 知道的清楚之後 他來預防 那我們政府進一步的 除了食物面幫他解決說 讓他清楚簡單的知道了之後 還要教他 教他怎麼樣去預防 教他怎麼樣去避難 教他怎麼樣去防止自己的生命受到危險 不是嗎 是啊 所以我才說 一個月的時間準備這些配套 就是要做剛才委員講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三月底一個 完整的整合性的系統喔 不是 我們 土壤液化 加上土壤液化後續的 建築跟土壤的相關的配套措施 所以還是只有單一嘛 院長 我們目前的能力還是只有單一嘛 你還沒有辦法像 Google業者 你竟然政府各項的資訊 都可以提供給Google業者 做一個平台 去整合出一個系統 我們沒有要重複Google的事情 我們當初找Google 就是因為Google 可以幫我們做整合呈現的事情 我們提供基本資料給他 用他來呈現 那院長請問一下 那Google那個整合平台 他現在他的普及率多少 你知道嗎 這個我不知道 這要問Google 但是只要民眾進去 都可以看得到 上到Google人防災的網站 院長 這個又是政府的問題啦 我今天告訴你的是 政府該提供的 就是像Google類似這樣做法 日本政府在311地震之後 他花錢他花資源他整合了 把他們全國的資訊整合之後 他發展出了一個複合式 而是一個整合性的系統 他可以告訴他們的日本國民 透過手機 他可以預警 有預警系統 透過手機他可以知道 他現在所在的位置的避難系統 他透過手機他可以知道 他應該要怎麼辦 我跟委員承認說 我們做的這些防災的這些配套 或是預防的這些資訊 沒有日本完整 日本的地震比我們嚴重 他們的這種創傷比我們嚴重 所以他們過去 切身之痛做得比我們好 這我也必須承認 做得比我們好我們要學習 所以我看到你們要發新聞稿了 你們從一月份就發新聞稿了 告訴我們說4月以後 不是只有Google有那個平台 他是一個界面 一個整合平台 你說要請所有4G的業者 要正式提供災防告警的一個 細胞廣播訊息服務 有嗎 那是一個新的系統 是沒錯啊 我們再準備 這個新的系統有整合進來嗎 整合所有的資訊進來嗎 他會把相關的告警資訊 透過簡訊傳播送出去 相關的告警相關的資訊是什麼 我想我們要清楚的知道 你今天簡單的發了一個新聞稿 全部的配備 全部的配套通通沒有講 4G業者有 那請問一下 除了4G以外的業者 我們很多的老百姓拿了3G的手機啊 一般的普通的手機啊 那怎麼辦 這一樣一樣做啊 現在先做4G 以後看3G 能不能技術 能不能配合 可以配合也可以做啊 那我請教一下 所謂的4G業者 4月1號可以如期開始嗎 請那個通傳會 跟那個科技部說明一下 其實中間地標的時候 有很多相關的 最近有APP的 所以院長也好不曉得嗎 這個新聞你們應該 預告了好幾次喔 跟我們報告 有關於這個手機的技術規格 以及 業者相對應的系統建設 我們在規範上都做好了 而且呢 預先上路測試的部分都可以 主委我先問你啦 你們自己發了新聞稿嘛 我現在只在求證嘛 是 4月1號起 4G業者正式可以提供 這樣子的一個 警告系統 可以嗎 各位報告 這涉及上中下游 三個環境 你先告訴我嘛 這是你自己發的新聞稿嘛 我剛剛說了 第一個 手機部分要具備這種功能可以接收 第二個 必須4G業者的網路 可以傳輸這種訊息 那我請教你嘛 這是剛才委員問的 上游政府的資訊要整合 要送到業者的平台 送到每一個民眾手上的手機 這叫CBS 所以每一個記憶台所在的位置 傳的訊息會不一樣 根據民眾的需求要有差異 所以院長 你們 政府單位可以這樣子欺騙人民嗎 你們好大喜功 都先發了一個新聞稿 告訴我們說可以啊 4月1號開始 我們4G業者都說 可以有這樣子一個服務系統啊 可是我現在問了主委啊 什麼上中下啊 全部的一個系統整合還沒有嘛 還沒有讓我們部長講完 所以我才請了兩位首長上來 還有科技部的部分 我們現在規劃就是要這樣做嘛 那我問你啊 你現在規劃要這樣做 你的規劃內容是什麼 你的時程在哪裡 你已經事先寫了新聞稿 告訴我們4月1號開始耶 時程就是這樣子啊 那剛剛那個主委講的 就是我們上中下有的整合 因為那個訊息的來源 還要結合到業者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就是要做這個事情 那我剛剛問內政部部長 我剛剛問其他的 包括院長 他告訴我說這整個災訪的 包括所有土壤醫化啊 包括地震啊 包括斷層啊 包括這些有可能發生災情的 這些相關相關的訊息 跟資訊的整合 政府做好了嗎 一塊一塊來啊 這個CBS這一塊 是我們4月1號準備要上線的啊 所以還沒有準備好 你現在告訴我 4月1號可以如期 4月1號會準備好啊 對啊 我們現在就是規劃要做這個事情 4月1號準備好的是什麼 CBS嘛 就是那個簡訊的那個 網絡系統 我現在要問的啦 也許我沒有你專業啦 一般老百姓要知道的是 那個訊息我接收到的是什麼訊息啊 好 好 好 這個 再拜託張院長把詳細的資料提供給何委員 好 好不好 好 再拜託張院長及相關的部會 提供詳細的資料給何委員